葱牛鸡 做这道菜选用的原料是 嫩母鸡一只 味精三克 芝麻油十克 盐五克 香葱末二十克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先用刀斩去鸡爪 刮去羽毛 将锅上火放入开水 鸡下入锅中去掉血沫捞出 鸡下入锅 取钢筋锅一只 放水烧开 加入盐 味精 然后将出好水的嫩鸡放入锅中 煮至一小时 鸡下入锅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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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小时后 将鸡捞出 抹上芝麻油 取铁锅 上火放油 放入香葱末 放水 精盐 加少许味精 然后将调制好的葱油汁倒入碗内 将整机改切成块 作词曲 李宗盛 切好的鸡装入盘中 把葱油汁浇在鸡块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 圆汁烹制 鸡皮松脆 鸡肉油嫩 色白未美 鸡皮松脆